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现在事儿呢 是一件接一件 倒是给咱这个节目呢 增添了很多光彩 有朋友也说 涛哥你怎么每天都有的说 我不是说我每天都有的说 我小组紧着刀 我都跟不上趟 因为他出的事太多 对吧 无论是烧汽车呀 还是老百姓不干了 把当官都杀了 然后现在飞机呢 也出状况 对吧 飞出老远 七个小时一掉头又回来了 到底为什么回来了 他不跟你说 大家伙在飞机上转了好几圈 你说这种事出来之后 它关键的问题 这世界上哪都会出事 对吧 地球整个一球体 任何一地方 每一分钟跟前一分钟状况都不一样 你从这个角度上说 它都算有事儿 可是呢 偏偏是别人无论出什么事儿 美国那刮飞风的 对吧 就那么刮 那么玩 有一样 大家都看得着 你现在打开电视你看看 美国大的媒体把他的最著名的 最主要的这些主持人都派到这个飞风的现场 在现场给你报道 都是很细小的事儿 一个女人被救出来了 一只狗又给找着了 一个房子塌了 告诉你当时在发生的什么样的故事 那所有新闻媒体以这样的事情作为他们的一种天职 告诉人们真相 偏偏在伟大的党国出任何事情 领导放个屁 这事儿是秘密 对吧 这事儿还挺押韵 然后扭过脸来 他会用别的词给你描述 当时领导干了一件什么伟大的事儿 那你就难了 那作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屁民们 那你说静哀领导这样的屁 那我们想不是屁民都很难 我们自然就会揣摩猜测寻找事情的真相 知道真相是每一个人的天性 而每一个人被告知真相本来是一个政府的责任 但是今天的中国的政府 它的责任就是如何掩盖和编造所谓的真相 这就麻烦 那刚才提到飞机打一圈七个小时又回来了 这件事情又成为了世界媒体的一个大消息 美国之音这么说 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欲威胁折返 民众称事件蹊跷 从北京飞往纽约的一架航班 飞了七个小时之后返回了北京 然后当局称这个航班遭到了威胁 执法机关正在调查 但老百姓认为整个事件太蹊跷了 要求当局公布真相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航班是国航的 这个CA981 那下午一点钟起飞 然后到晚上又回来 是个波音747大型客机 飞机上的有300多名乘客 比较特别的就是在折返的过程当中 机长并没有通知飞机上的乘客说 我们飞机有什么状况啊 我们要折返 没说 而是到了几乎到了这边之后 才通知大家说我们遇见了气流 如何如何 我们返回了北京 那人家还以为就快到纽约了 那有的网友呢 说他知道的乘客呢 朋友啊 还家里人呢 用这个什么反折板呢 反光板呢 发现自己的这个 发现飞机是在往回飞 才意识到有事情 那整个过程感觉呢 就是飞机上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人 那但是机组人员不愿意告诉 这个飞机上的乘客 只是想把这些人安稳的 然后把飞机掉头呢 飞回北京 而机场当初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呢 是说公安机关正在对此严密追查 对将违法行为呢 也坚决于打击 那谁违法 怎么违法 出现什么 你受到什么样的威胁 飞机上300多名乘客 他是有权知道的 因为他的生命 曾经遭到了威胁 但你不告诉 你说领导放个屁 他还把飞机崩下来 他也算个理由 你连这个理由都没有 你就把这300多人当成屁民了 我说就是这么回事 那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之下呢 网上怎么讨论的都比较多 有民众认为呢 现在官方的解释呢 是假的 认为飞机上应该有人 这样的人呢 很可能是贪官叛逃 这是非常在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 我也看到有一个讲法 说呢 飞机上的贪官呢 很可能他的官位呢 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委员 这个层面的官位 那如果是这个层面的官位呢 那就很大了 对吧 政治局委员 薄熙来已经下去了 现在就上24个了 政治局常委 你现在是这个9个 24个加9个 一共才33个人 33个人再跑一个 这事就大幅了 那如果跟他等从的官员来讲 那就是人大常委 那人大常委正在开会呢 政协算不上啊 要不然就是中纪委的常委 那可能跟他算差不多 是这么个位置 那其他你就算不上 就这么点人 对吧 就这么点人 如果这么点人里头 其中跑了一个呢 这事就比较大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不到有什么 更多的得以证实 而中共官方本身呢 否认了说有贪官外逃 但他并没解释 这个到底为什么要回来 美国之音的这篇文章里 他也提出了质疑 他就讲说 航班已经穿过了西伯利亚 以及北美人员稀少的地区 但接到安全威胁信息之后 机长应该能够找到 比北京进得多的飞机场呢 降落 对 这就是对飞机上的人负责 飞机上的三百多人 有受到威胁 但你竟然冒着这种风险和威胁 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 再飞回北京 这就是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 飞机上有一个东西 只能在北京拿走 被党和政府和警察给拿走 这个东西是不能够 在天津都不成 在沈阳都不成 在哈尔滨会出大事 就是这意思了 那上国外那就更麻烦了 就不成了 所以这就是问题 你这个问题 他并没有给出解释 那我看到网友比较多的说法的 就是说 在当时飞机上的人员下来之后 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立刻被警察围了 但是没有看到夏文说 这个女子是不是后来 没有再上飞机 那我们就等着这架飞机 在纽约落地之后 飞机上的乘客 再透过海外的媒体说些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看出个一二 河南少阳 李旺阳被自杀的那个家乡 就是李旺阳的家乡 自来水公司的一个退休女工 弄个燃烧瓶 咔 干掉三个自己公司的领导 自己跳楼自杀 后来当时没死成 后来呢 这个死在医院里 那这件事情呢 他就表现出非常蹊跷的一个上下的关系 我说上下的关系 引用这个何清莲女士 在BBC上登的那篇文章呢 就是说 人们中国今天是在不信任的状态下 在召开着十八大 这种不信任呢 他分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对这个政党本身的 政体的不信任 然后对领导人的不信任 然后对整个国体的不信任 这就说 从点到面 三方都牵扯到了 而这位女工 叫做石飞燕 那他干完这件事之后 在网上出人意表的是 一片叫好之声 法广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湖南绍阳退休女工纵火烧死了公司领导 为何引来一片叫好之声 那文章把这件事情又重复了一遍 然后提到说 石飞燕是因为不满 该公司领导对其子女工作安排不公 而纵火报复 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就提出很大的质疑 他好像是一对儿女吧 领导安排了一个儿子 是一个女儿 反正只安排了一个 对另外一个安排呢 不太满意 然后他就纵火烧死了领导 这事儿 你大家想想 我个人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 人家好歹给安排了一个 那个没安排 那自己又是退休的 你已经退休了 退休之后对领导的这样的安排不满的时候 牛脸拿着燃烧弹就给他干了 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难道到了这种程度吗 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已经仇恨到这份上了吗 我跟你说你给我安排工作啊 你要不给我安排工作 小子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为什么能出这种事情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如果仅仅因为这样的事儿 就把三个领导干掉 自己跳楼自杀 那这个社会早就应该崩溃 因为人与人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人人都是他誓死的敌人 即使帮着他干了事儿 只要他不满意都能成为他的敌人 这是什么社会 对吧 而被打死的被炸死的都是公司的领导 党在那个单位的代表 文章提到呢 本来这是一个凶杀之案 是杀人的消息 不是件好事 但为什么整个网上却青一色的叫好呢 这是个问题 一位网友说路见不平一声喉 该出手时就出手 另外一个朋友说 现在领导多杀几个就不会 都不会错杀了 他说就三个也太少了 还有一个人说 这年头有权者投权 有钱者投钱 没权没钱者只能投 汽油大了 跟另外一网友讲说 烧得太好了 向民族英雄致敬 那最后这句话就说的很特别 杀死的是中国人 那杀人的也是中国人 为什么杀死那个当官的之后 他叫向民族英雄致敬呢 潜台词是什么呢 共产党是外来的邪灵 谁借助外来的邪灵 获取自己利益的时候 就出卖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髓 所以作为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杀了那个共产党员 就等于是民族精神 涛哥这么解释 我觉得贴切不贴切 但是本身是个悲哀的故事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一个退休女工敢咬着后糙牙 用燃烧弹把你们当官的给干了 那今天当官的个个摸摸脑胃 为什么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